觀眾朋友早安 今天是11月5號 外頭天氣依舊是滿悶熱的 因為秋老虎持續的發威 今天環境風場還是吹東南風 所以帶來比較乾熱的空氣 而且我們也被高壓有點籠罩住 所以這兩天的天氣 尤其在高溫 昨天像是在高雄地區 甚至還來到了34.5度 台南新市也有33.7度 但是因為今天清晨的時候 受到輻射冷卻的影響 所以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早上最低溫 就出現在新竹只有16.5度 所以這樣一來一往的日夜溫差 真的非常大 要提醒大家 今天北台灣還有西半部 其實高低溫的部分 都大約來到20度左右 但是到了中午 因為還是高壓籠罩 所以天氣比較穩定一些 高溫還是會來到32度左右 而在東半部 頂多就是在恆春半島 還有台東地區會有些零星降雨 但是到了明天週一的時候 來看看地面天氣圖 已經有一道封面 要準備來通過北部海面了 所以週一下半天 白天出門的時候 依舊是滿悶熱的 但是到了下班的時候 要提醒大家 不僅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要記得攜帶語句 也要加一件保外套了 因為緊接著東北季風 就要來影響台灣了 預計要到週三之後 天氣才會開始慢慢回溫 所以這幾天的天氣 可以看到一週的溫度曲線圖 今天週六 週日 都是受到了秋老虎的影響 所以可以看到高溫 都來到30度左右 但是到了週一 週二 東北季風增強了 尤其週二的時候 北台灣降溫會非常明顯 有可能來到20度左右 接下來預計要到週五 週六 才會有另外一波東北季風 來影響台灣 所以降雨方面也可以看到 因為這幾天天氣都比較穩定 所以全台各地水氣非常的少 預計到了週一 剛剛有說了 風面來了 接下來在北台灣 就會來開始下雨 所以要提醒大家 尤其到了明天的時候 天氣轉變會非常的明顯 以上是這一節的嗆姊姿勢